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技术面上面来看破线的走势 总是比较负面的讯号 可是有时候想想 市场上多数人的想法 多数人的做法 不一定会是赢家的想法 赢家的做法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技术面常常有所谓的片线 片线就是当卖出讯号出现的时候 大家会去做卖股票的动作 可是赢家或大户 往往会利用这种所谓的假片线 达到一个增进货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10月18号的时候 这一根K棒的低点是10684 这个低点就是颈线的位置 到目前来看 本来大盘都能够在这里 去做一个横向的整理 直到今天往下盘中低点 已经跌破了10月18号的低点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最后是怎么样 留了一个长下影线 而且如果以收盘来说 并没有收在10月18号的低点之下 代表这里有一点洗盘 去测支撑的一个味道 那么我们在昨天跟前两天的节目 有提到说 目前因为5日10日跟20日均线 纠结在这里 那市场上多数的人 会认同的线型结构是 均线三线合一纠结之后 往上开散突破 可是魏昂老师反而认为 就算突破不一定是好事 也就是如果当指数很快的 攻过了10858突破前高 或许很多人短线上面会很开心 觉得指数很强 可是一来KD指标它会形成二度的背离 二来其实拉上去很容易 反而让主力大户跑货 那真正要选波段的股票 要能够赚到超额报酬率 其实都是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那一般人性是比较不喜欢 甚至说害怕下跌 可是就像我们讲的 你拉回来测记线 甚至呢破际线都没关系 你跌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市场上会怕 会有停损的卖压 会有追杀的压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可以 更看得清楚哪一些股票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 比较完整强势的族群 是被特定大户锁定进货的 其实在股票跌的时候 来找股票买进 永远都是比在股票拉上去 大涨放利多的时候 更容易赚钱 而且赚到更多的波段空间 所以对目前的行情 我认为基本上呢 今天的下跌 带有一点洗盘的味道 那或许下个礼拜 还有机会呢 再做洗盘 甚至呢再出现低点 我觉得那都不是坏事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地方 融资能够比较快速沉淀 也有可能有一些个股 它不跟大盘同步 大盘也许还在整理 或还在洗盘的时候 有一些个股它就会先上去了 所以这两天呢 是看盘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时间点 要先把下一波的潜力股找出来 那因为再过两个交易日 下礼拜一礼拜二之后 所有第三季财报 全部公布完毕 那接下来 等到下一次有财报 是明年的三月 所以从11月中 也就是礼拜三开始 一直到三月 就是所谓的财报真空期 那么有一些股票最近呢 比较被压抑到是因为呢 他们的第三季财报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漂亮 可是这不代表说 这些公司没有上涨的机会 因为很多公司 它看好的是在明年的趋势 待会有时间我要谈一点 明年的趋势产业在哪里 那所以说渡过了财报 公布的时间之后 进入到真空期的 做账做梦行情的时候 预期得到 有很多的中小型个股 表现会开始转强 那有很多 这个明年趋势型的产业 它慢慢的 那个族群性的轮廓 会开始跑出来 所以未来这几个月 11月下旬之后 也就下礼拜三之后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底之前 这一段时间 大概有四个半月的时间 各位一定 一定 要全力把握 全力冲刺 我甚至希望 用三个月的时间 帮大家 把明年 2018年的获利目标 提早完成 提早达标 我们来把这个目标 一起搞定 一起实现 做股票真的 我常说 有花堪则 只需则 莫待无花 空则之 也就是说 你不用从一年 1月1号 一直忙到12月31号 不用做一整年 你也不用一整年 在那边盯盘 股票市场有行情的 那几个月份 你一次狠狠的 把它该赚的赚保赚够 一个波段 你后面就相对会很轻松了 我们讲 最近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有很多假利多 假利空 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怎么去分辨 那你说很多股票 明明财报很好 为什么它不涨 因为财报好的利多 法人早就知道了 或者呢 它今年前面几个月 营收获利都大好 股价都已经反映上来 所以就顿化了 那或者我们常听到 今年有很多产品 是涨价缺货 那为什么涨价缺货的股票 有些呢 似乎也无法再进一步激励股价 因为呢 可能法人预期要涨10% 结果最后呢 有涨 结果产品只涨5% 低于预期 这种股票 它就不容易呢 再持续的去突破创高了 所以你要留意 有些法人 甚至主力大户 很喜欢趁利多出来的时候 去卖股票 高档包量的股票 不死也半条命 那什么叫假利空 这个利空消息 市场早就都知道了 那包含像订单地延 业绩下滑 特别呢 我们讲有些公司 它的订单 可能原本呢 应该这一季要出货 延到下一个月 它的新产呢 本来的贡献 应该在这个月 就延到了下个月 可是有没有消失 你产线都已经准备好了 良率也都拉上来了 你这个工厂 有没有关闭 没有 你产线有没有关闭 没有 你订单有没有被抽单 没有 它只是呢 递延了 那递延就代表呢 可能从短多的行情 变成短期整理 可是呢 走中长多 那当然你要利用短线整理 拉回的时候 找买点 那所以通常呢 会利用这种 假利空讯息去吃货的 往往是大股东 甚至呢 还会有一些散户 看到利空呢 会忍不住去放空 那你小心哦 被诱空之后 将来可能就变成嘎空了 因此呢 低档爆量的股票 不涨呢 也会打底 所以可以慢慢去留意 这些符合条件的股票 那目前我们的操作来说 大概分几个类型来看 首先呢 逢高有出托的股票 包含了像世新 各位看 转眼之间 世新从13亿.5元 到今天已经呢 跌到95块了 破百元了 那我们先前呢 已经完美的呢 收割获利入带 那世新在第三季财报 公布出来 大好赚1块6 创新高 公布时间点在这里 一公布出来 持续跌 为什么呢 是不是跟大家讲 贾利多 利多已知或顿化 所以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那另外我们呢 已经呢 获利入带的 包含像华融 股价呢 持续拉回 逸华电 出清之后 持续拉回 那么 不过逸华电 是趋势的股票 那 什么时候 把散户的福尔洗干净 筹码成电 那我们就会再考虑 再做一次 那近期呢 就是筹码面 比较软一点 这是散户的买超 但是这是一档 趋势的好股 我们会持续的留意 那所以 这是 以上这几档是 已经呢 获利实现的 那至于说 现在在操作上面 如同魏老师 刚才所讲的一个重点 你要保护自己呢 就是先找一些 比较低位阶 低基期的 或者是 他已经经过了 利空测试 利空出境的股票 那这种股票呢 你好比在 一楼的位置 就算呢 你跌倒了 还爬得起来 顶多破皮擦伤 但你现在去追一些 今年喔 利多满天飞的股票 股价呢 早就大涨了 可能好几倍的股票 或者本益比都拉到 40倍 50倍的股票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 不如预期喔 不如预期就是说 业绩是好的 是成长 表面上是利多 但如同我刚才所讲的 他只要稍微有点 不如预期 这种股票 他可能就像 从101大楼 准备呢 直接跳楼 会很危险 因为现在是 11月中了 所以魏晓老师 会跟各位做 这样提醒 是因为 每一年 股票市场 强势股 主流股 全部都不一样 我可以打包票 跟各位讲 也就是说 你现在眼前所看到 很多的强势主流股 那是今年 强势主流股 可是现在真正的 趋势高手 是把眼光 着眼在明年 2018年的 因为现在是 11月中了 所以现在其实 大户法人 他们会开始 悄悄地在换股 这换股 他不是一天两天 会完成的 有的股票呢 筹码轻一点的 他可能要用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有的股票呢 筹码比较多的 他可能呢 要花一两个月时间 去完成 新的规划布局 所以有些股票 你会觉得说 每天看他 好像呢 不是很危险 只有跌一点点 可是 过了一个月 时间拉长 你往后一看 他怎么跌一大段 那个就是 今年他涨很多了 所以法人大户 在获利了结 那有些股票 他们正在呢 资金开始 慢慢地吃货 所以我说 现在布局 第一个方向是 你要找 低基期的 绝对不是今年呢 已经大涨过的 或者是呢 经过了 波段的回挡 那利空测试完成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比如说像仲达 仲达当然今年呢 在第二季 第三季的时候 也大涨过一段 不过这一波 他从146 拉回到接近百元 这跌幅也相当大 那股价先跌的 原因是什么 法人知道 第三季 因为呢 他认列了 可转债的评价损失 这是业外损失 那EPS只有0.01元 这个财报当然非常不好 可是呢 真正内行看他的内容 第三季的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 白自于本业的 每股营业利益 全部创下 历年第三季的新高 所以财报一公布完之后 利空出尽 投信大买 股价呢 开始呢 打出了一个底部 像这种股票呢 他当然就代表 现在市场的资金 敢去买他 代表他的未来 是有期待性的 那还有类似情况 包含我们看到 像迅兴 第三季亏损 第三季亏损 那礼拜师公布出来之后 反而出现一根大红棒 而且外资大买 那迅兴呢 明年在100G的光收发模组 跟车用电子的部分 都会开始出现 蛮大明显的成长 所以现在呢 你不要把焦点放在 他上一季或今年怎么样了 而是明年 市场对他认不认同 有没有期待性 好 那至于说呢 原本的主流产业 强势产业 明年还有机会继续强的 那就要看位阶 如果说经过了拉回 就可以考虑再做布局 那如果还是在高档的话 那最好先等待一下 那比方说像我们讲 电动车 尤其电动车里面的 电池材料 或者说像光学股 那这边来讲 以康普作为其中一个代表 那最近呢 在这个地方 也是呢 慢慢的有一个 指稳的迹象 那股价经过了整理之后 重新回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位阶 让本益比降低 那明年的获利呢 还是有机会大幅度的攀高 所以市场法人呢 应该会重新再去评估 这个地方 这个位阶的投资价值 那光学股的部分的重点 明年呢 一定不是看郁金光 会是看亚光 因为明年的光学的重点 最大的重点 就是在汽车的车用镜头 那亚光呢 这两个地方 第一点所连成的支撑线 是它中期非常重要的 马其顿防线 那这一波股价也大幅修正了 我认为呢 这个位阶 你不必去看坏亚光啊 手痒的朋友不要去放空它 不需要去看坏它 那至于说 适不适合进场 什么时候进场 我觉得倒是可以再观察一下 但是呢 明年在光学镜头部分 车用是一个非常明确成长趋势 这个不会错 只是买点应该要设定在哪里 那至于说呢 还有一些股票呢 基本面力多还没有完全反应完毕的 是哪些个股呢 想知道的朋友 广告回来继续锁定 众人都说重视安全 却把安全列为选配 对Vovo而言 安全应该是标准配备 Vovo全新18年式 全车系标配 ACC主动巡航系统 等11项主动安全科技 驾驭Vovo 安全不分等级 9.9万轻松入主S60 V60 年终优惠提前开跑 再加码超过20万里域 我们坚持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头部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诚国际投顾 02-2542-8999 2542-8999 要运动就要走得更快 来 更快 好 等我一下 你如果路走 你脑袋不敢动得着 大家平常市都要保佑 灵活乐节一天两立 配方更完整 行动更灵活 还有四项高单位专利配方 第五专位素食者设计的素食乐节 定过专线 0800-066-680 或上网搜寻 长春乐活乐节 我不太怕过条 长春乐活 打开肌肤吸收关键 Cicely抗皱活肤前刀水精华 孕育高吸收力基底 在线抗老传奇 打开双眼最美角度 全新预制眼唇霜 开启肌肤青春奥秘 Cicely 分请锁定 每周三晚上7点50 全名大晋级 同样的医疗状况 为什么假保险公司 它也不是笨蛋 它就可以给它理赔23天 以保险公司只理赔14天 虽然健保非常好 几乎全都保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致富额是越来越高的 一个人生病之后 整个全家都拖累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大家一定要看 我蛮提倡在电视场前面 提倡各位消费者可以去看 如果你只有一张十字支付的 好 刚刚讲到选股 那提到了第一大类型是 找一些低位阶低基期的 或者是已经经过了利空测试 回档修正完毕的个股 那接下来跟大家提 第二种类型 股价虽然大涨 虽然创高 不过站在平价跟未来展望的角度来说 股价还没有完完全全把利多反映进去的 将来还有成长空间的 这是第二大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10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的两档个股 两样型 一档是例三 例三10月份营收呢 又比9月份增长 那创下连续的历史新高 不过今天股价呢 出现了拉回修正 那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它目前是分盘处置 这个买卖的活络性 难免会影响到股价 第二个原因是在于 因为9月营收已经是 大幅度的创高成长了 那因为基期变高了 所以虽然10月 年增率还是有翻倍 可是呢 比起9月增长的幅度 比较慢下来一点 所以这边股价呢 今天做拉回 我认为很合理 不过当然 例三明年 还是很有看头的 所以这边来说 我认为它的股价 还没有完完全全的 把利多反映完毕 那另外一个也公布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是值得 那同样 自动化工具机的值得呢 股价也是喷出历史新高 那今天呢 盘中来到106 几乎呢 又要突破了前破高点 前破高点再上去之后 它又是一段历史新高之旅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是不同的结果 那因为值得现在 交易比较活络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两者的差别之一 那第二种类型之外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 第三种可以去操作个股 因为财报增空期 那接下来会有一些 做梦行情 那做梦行情又以低价跟中小型股会最飘悍 那这边像比如说我们看到 简直关不住的位数 位数现在还在分盘处置 今天股价又来到42.3 那我昨天其实节目中跟各位讲到 不要随波起舞 你看昨天的位数 一根长黑 今天完全收复回去了 所以如果你是追高杀低 怎么样都会赚不到钱 股票真的不要说追高然后杀低 追高杀低 我们低档买的 目前的安心持续虚报当中 10月营收都还没出来 后面第四季的展望也很乐观 那另外像建仓也是有转机 上一季第二季的财报不好 那应该这两天就要公布第三季财报了 那从股价的表现来看 我想财报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且特定的融资 这个布局是一个连续性的买盘 那配合观察买卖加速差是负的 代表这个应该不是一般散户的融资 比较像是特定中时户或大户的融资 那因为涅价在第三季是呈现大涨的 所以带动了整个不锈钢的报价上涨 所以应该建仓第三季财报 我想至少是油亏转盈 那甚至有机会这个获利会拉高 那不过因为现阶段来看 电子股是比较偏向于盘面领军的主轴 所以非电的部分 我认为如果你有投资或布局的话 资金不必多 一部分就可以了 甚至少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传产股原物料股票 目前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短线的行情 或者是一个比较穿插的角色 电子股才是真正的重心 另外我们看到宣德的部分 10月营收不好 其实这个营收数据低于我的预期 不过跌不下去 姿态非常的高 那一档股票利空测试跌不下去 就代表利空的后面就是利多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转机股的锐利 今天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讨论私募案 那私募的部分 原则上对于公司未来的整个经营权 或者说整个团队的向心力的巩固 我个人是非常正面的看待的 但是操作像锐利这样的低价转机股 绝对急不得 因为一家公司 你要看到从丑小鸭变天鹅 它不是说变就变的 是要慢慢的转型 慢慢的改变体质 慢慢的油亏转盈 慢慢一步一步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投资经验的朋友 不妨回过头去参考一档股票 叫做渐性 当然这个时间 你就必须拉得很长很长 各位看一下渐性的股价是怎么走的 个位数4块钱 涨到141块 这中间是花了 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它是花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但是这样子的投资报酬 绝对是非常甜美的 那因为渐性的团队 在今年的董监改选之后 已经入住了锐利 那未来也要配合整个新的团队的方向 锐利要去专攻在比较轻量化的 汽车领组件材料 还有去专攻在中国大陆的售后维修市场 那这部分其实商机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当然你要对它未来能够看长坐船 坐长的一个前提是在于 你持股不能高 短线你看到任何利多去追 一碰到跌或震荡就很容易被洗掉 所以这一波我们让家族朋友分批进场 那因为目前已经脱离成本区 所以基本上短线纵使有些震荡 我想就是安心续报就可以了 所以大致上我们把大概到年底之前 甚至于已经开始放眼于明年的投资规划方向 跟各位做了一些想法的说明 现阶段请大家要避开一些高位阶 高风险高本益比的股票 今年大涨过的股票 利多都已经反映出来股票 明年不太容易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但是如果是属于第一种 低位阶的股票 经过了利空测试打底的股票 可以留意 第二种你要买创新高动能的股票 但是要确定它的利多还没有完全反映完 明年的业绩展望会比现在更好 第三种属于低价位的中小型 有转机性题材的个股 这个时候做梦行情很容易发酵 那大部分其实台湾投资人的习惯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提出一个诺贝尔最新出炉的经济学奖 的一个专家 针对台股投资人的研究心得 跟各位做分享 这一位赛勒博士 他是刚拿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研究所谓的不当投资行为 他发现84%的散户是输家 为什么呢 他们有三种毛病 卖赢保亏 就是把你赚钱的股票卖掉 留住赔钱套牢的股票 还有喜欢不断的摊贫 结果越摊越贫 还有看到一些股票在涨的时候 盲目的一路追高 这是投资人三大毛病 他发现有84%的台股投资人会卖赢保亏 而且卖掉赚钱股票的比数 竟然是亏钱股票的2.5倍 所以表示我们台湾投资朋友 赚到一点小钱就想跑 但是赔都赔大的 输都输大条 股票套住都不甘愿不认输 都变长期持有长期套牢 另外还有一点 台湾的散户如果你上一次有赚钱 你下一笔就会承担更高的风险 什么意思呢 你上一笔赚了钱 下一笔就凹大的了 就给他重金丢下去了 就拼了 但是也有可能下一笔就翻船 所以其实台湾投资朋友 有时候是真的赌性比较坚强 尤其是在于控制风险这个部分 没有做好 所以赚都赚少 赔都赔大 那84%的人都这么做 我希望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之后 你能够成为16%的赢家 以后赚股票要赚趋势 赚要赚大 赔每个人都会赔 可是颜色停损 把风险控管好 输要输少 我们每个月持续帮大家 努力抓出代表作 帮你找出最强的趋势 现在开始跟上薇洋老师的脚步 我认为到明年三月之前 你的资产将会有很大很大成长的机会 十全十美 今天开放了十个名额 给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来电把握机会 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